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人體美墨的葡萄糖 經代謝後可以產生670卡的這個熱量 某人手術後僅能依靠注射 那這個他的分子量 分子量我們叫M0 分子量是等於180 美墨180克 他說某人手術後僅能依靠5% 5%的這個 那個什麼呢 葡萄糖水容易補充能量 加時維持身體的能量 是每小時100卡 每小時100卡 那這樣子的話 則至少需要每小時 注射葡萄糖水容易多少克 好那現在的話呢 他每小時需要 那個100卡 那這樣的話呢 他每小時需要注射年多少磨呢 我們先來看 這個1磨的話 這個 這個 100 180克 180克 就是每小時 每小時 需要注射的幾磨 我們知道他 這1磨可以產生670克 那這樣的話 100卡 每小時100卡 除以670克 這個是 每小時需要注射的磨數 那磨數再乘以180 每小時 就每小時需要 葡萄糖的克數 那他葡萄糖的話呢 這個重量保溫濃度是5% 所以呢 要除以多少呢 除以這個5% 就乘以多少 乘以那個 需要注射葡萄糖的 葡萄糖容易的克數 假設是m 他再乘以的話 乘以5% 就5% 那這個就是每小時需要注射的葡萄糖容易的克數 那這樣算出來的話 等於多少 4等於多少 所以m的話 4等於多少呢 4等於1 這是 180嘛 乘以1萬 他再除以5 乘以0 670 這樣子 那這樣就消掉了 所以我就 這個 18 0 3個0 123 除以多少 除以5 再除以 67 等於 537.31 這是 537.31 點點點 所以大概多少呢 大概是那個 540 大概是540 所以這一題 大家應該要選1 1 2 4